中国最后一位太监是谁 他就是孙耀廷 孙耀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孙耀廷出生在天津市近海县 一个贫农家庭 他的父亲为了生计 决定将他送入皇宫当太监 1916年 年仅14岁的孙耀廷被晋身 进入皇宫 开始了他的太监生涯 孙耀廷进入皇宫后 被分配到了端康黄贵妃手下当差 他聪明伶俐 很快就得到了黄贵妃的赏识 成为了他的贴身太监 在皇宫中 孙耀廷见证了清朝的衰落和灭亡 1912年 辛亥革命爆发 清朝灭亡 中华民国成立 孙耀廷失去了工作 但他并没有离开皇宫 而是继续留在宫中 为民国政府服务